你这什么东西这是 小卡片啊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年有五十二周 别录了 别录了 不是 你 你干吗去 你干吗去 我请人家我摔他脸上去 不是 你走了前台的活谁干啊 我 我行了吗 嗯 下午给他寄付去 也不行 你听哥一句劝啊 你要把这寄回去 不就得罪人了吗 他谁啊 玉面罗沙 你能惹得起吗 他冲过来直接把你给撕了 那其他人不就又看笑话了 你们就这么见他为隐私 你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说让你去青人山当长的人 你滚 那个 帅哥 你慢慢吃啊 我们吃好了 给 你把他们怎么了 我哪知道 这么鬼鬼祟祟冲我乐大天了 你干什么的表情呢 那可能是说因为你长得帅吧 少了呀 他们第一天发现我帅 我记起手 愿我的幸运陪你每一天 你别说了 乐啥呢 跟我说说 让我一起乐一聊 我可是你们领导啊 林小枣 我命令你 告诉我 别说 男人靠不住 可是错是我犯的 他不是早晚得知道吗 他让他发个誓 男人我发誓都靠不住了 行行行 怎么发都行 那你发誓不怪我们 我发誓绝对不怪你们 坚决不外传 我外传我是狗 谁 我说你又乐啥啊 太多哥 我看着你高兴啊 你能不能给人一点隐私 那你告诉我 他们乐什么呢 那你自己去问他们呗 你问我干吗 你拧他们去 不行啊 那你还是凑一堆就很麻烦 林强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跟我说 咱俩肯定完了 咱俩没法处了 真的 那为了兄弟的幸福 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什么叫为了兄弟幸福啊 你现在不告诉兄弟 兄弟一点都不幸福 你看啊 这个现代社会 有的人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姑娘 那有的人就喜欢年长一点的姑娘 这很正常 只要你们双方你情我愿 不破坏别人的家庭 那法律 是支持的 我不是恋童批 我也没什么恋母情节 到底怎么了 你告诉我不行吗 你 你别急 你别急 那 那 那我 那我就跟你说吧 说 你看啊 这女孩子嘛 就喜欢购物 那上午呢 就来了一批这个快递包裹 那林小嫂一股脑就全给拆了 这拆完之后发现 其中有一个是你的 就大概就这么大 是一个红色的包裹 那人家认为是自己的很正常 你不能怪人家啊 这 这不就发现了你的小秘密吗 他们发现了之后呢 是既尴尬又害怕 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那这跟我说了之后呢 我也是既尴尬又害怕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跟你说这事 真服了 不就是一个快递 你至于吗 来 走 你跟我去 我看看到底什么快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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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在哪儿呢 好 好像是 这个 这个 应该是 这边 怎么做 请不说 请不说 都还看啊 你们俩别看了 好好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七 每日都有新惊喜啊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小卡片啊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年有五十二周 别录了 别录了 不是 不是 你你你 你干吗去 你干吗去 我请了一下 我摔他脸上去 不是 你走了前台的活谁干啊 我 我行了吗 嗯 稍微给他寄付去 也不行 你听歌一句劝啊 你要把这寄回去 不就得罪人了吗 他谁啊 玉面罗沙 你能惹得起吗 他冲过来直接把你给撕了 那其他人不就又看笑啊 你们就这么见他为隐私吧 我还不跟你说了嘛 这 你看这包装 多像一个小女生的东西 那人小早时不小心给打开了 那你在罗沙那儿是不是 有什么把柄啊 就比如哪次 酒后失德有那种 不好意思承认的事 怎么可能 我怎么敢啊 我见他躲都来不及 要不然这样 比我会说 你帮我去跟他打打 行不行 你 想让我帮你出出个月啊 要么你先试试 那这样 你给他写信 这样你们也见不着面 也能把意思表达清楚 你得让人家断了念想 别再耽误人家了 都四十多岁了 这么大一个领导 这面子得给足了 我觉得我也不用写信了 我这也写封遗书自杀得冷 也行 那你自杀的时候 你不然戴上穿 你 你戴上 要不然你下手冷怎么办 送你了 隐蔽 康爷 我批评他们了 他们这么做特别不好 这边